2009年我第一次看到鬼妈妈的时候 还在学习二维动画 当时我就被这部动画给震惊到了 我才知道原来订的动画的场景、道具、画面 可以遭到这么的惊喜 于是就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十几年前我还在美国的时候 我的导师就已经把鬼妈妈的人物设计资料全部都给了我 鬼妈妈里面Coraline的骨甲目前只公布出了一款造型 但是去拍摄使用的是另外一个结构的骨甲 最近我又把它搬了出来 想着能不能把它复刻出来 然后花了一点点时间画图 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幸好的是工作室有合适尺寸的材料 不需要采购什么 切割好我需要的大小 就可以开始了 定格动画角色的骨甲一般是由铝丝、黄铜或者不锈钢 这三种材料来制作 黄铜和不锈钢制作的骨甲都是非常耐用的 但我更加喜欢用不锈钢来制作 虽然不锈钢很难加工 但是我喜欢不锈钢它的硬度 还有漂亮又稳定的表面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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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次做出这种方方正正正 棱角分明的零件的时候 看着就非常的舒服 感谢观看 有很多的时间 慢慢转 慢慢转 转完孔之后 更难的就是公司 那是男上加男 胸部的主体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样子了 接下来准备做胸部剩下的三个零件 感谢观看 搞定 腰部做起来会快很多 因为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因为它们的结构 因为它们的结构 完成之后快速地打磨一下边角 横鼓的位置是相对比较麻烦的地方 它是两个零件组合起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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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清洁完表面之后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快速地制作胸部和腰部的连接部分 身体部分的零件已经完成了 目前看着还不错 最后一步深度清洗一下就没有问题了 定格动画的骨架直说起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接下来就要准备做手脚和索和 大家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